好我们下面来接着讲肉桂 肉桂啊我们是用的肉桂的 注意一下肉桂的桂皮 肉桂的它的这个桂皮了 它的粗糙皮 注意一下 这是用的桂皮 桂皮里面有干皮 啥叫干皮和粗糙皮 反正应该这样的反正都是皮 就是反正都是皮 就是啥叫干皮 就是我们说一棵树啊 它的主干的皮叫做干皮 那么粗糙皮呢 就是那干长上来啊 比较粗的那种分支 叫做粗糙皮 所以说粗糙皮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叫做官柜 叫做官柜 所以说官柜和这个肉桂的区别 也有说有人这个区别 肉桂呢 粗糙皮和干皮都用 主要的是用干皮要比较好一点 如果说只用上了这个粗糙皮的话呢 叫官柜 因为大家背那个十九位的时候 官柜善能致冷气若逢十子变相期 这个就实际上还是指的是肉桂 我们把好的肉桂 注意一下 你注意一下优质药材 把它称之为 上油桂 和 就把这个药 好药材 我们又叫做上油桂和紫油 所以上油桂 紫油桂就是指的优质药材的一个 这个专用的名词 肉桂主要产在哪 主要产在粮广 粮广里边 广西产量是最好的 就是广西啊 如果说有人到那个地方旅游去了 到桂林啊等等这些去旅游的话 那么你要注意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肉桂这个药材 为啥说好油桂 叫做紫油桂上油桂优质药材 这个药材呀 它才能够起到 萤火 起到萤火龟源的作用 好肉桂才有 一般普通的肉桂呢 没有这个作用 那你要怎样来知道这个肉桂呢 质量的好坏呢 你把肉桂啊拿来放到嘴里边搅 搅的如果说以甜味为主 煎有辣辣的 那么残渣子少的 这是指的好油桂 好上油桂和这个紫油桂了 就是质量好的 如果是质量差的 就是我刚才说到 你像那个关柜 关柜啊你放到嘴里边这样子嚼的话呢 如果以辣为主 残渣子多 那么质量就差 所以说你看到广西旅游去 你会看 到处都卖肉桂 你要买那肉桂皮厚的 你肯定是粗脂皮 这个粗干的干皮的要厚 粗脂皮的皮呢就要薄 这个刚才说的 紫油桂上油桂啊 都是长了十年以上的 你说人生当中有几个十年 活九十岁九个十年 活八十岁八个十年 你把那个树皮呢 我们说剥这个树皮的话 不能一圈剥 只一片一片的把它剥下来 你不要导致这个树的这个死亡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肉桂的 这个药材的情况 先跟大家来说一下 那么这个药呢 由于我们讲到的 这个药材呢 有的时候比较好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用量上叫氢 在用法上呢 有一个这个说法叫蛟 这个蛟啊 可不是咱们柳子常说的 女童子菊油的菊 这就是把这个肉桂啊 盐成粉 盐成粉的话呢 那么开水一冲 直接就用了 这主要是为了节约药材 主要是节约药材 针对的是谁呢 针对的这个上油桂 和这个紫油桂来说的 这是我们关于它的这个用法了 如果说作为药用的话呢 你要注意一下 最好的是后相 因为肉桂里边呢 是含一些挥发油 你看有的人说 红烧肉的时候 你看你要放点肉桂进去啊 就特别的香 我在这说一下 我们的温理药里边啊 除了那个前面我们讲到的 第一个药的副子 除了那个副子呀 不作为调味品 不作为调味品 但是我说的副子还可以作为食品呢 像有一些地方上 还把它做这个食品吃 那么除了副子不作为调味品 你看后面干姜啊 肉桂呀 鲍鱼呀 花椒呀 这个 胡椒呀 碧波呀 碧橙茄呀 高粱姜啊 等等 它都是作为上的调味品来使用 都是作为调味品 像我们做肉桂的话 像肉桂这个样子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品 像一些 你要烧肉的时候放点肉桂 放点肉桂进去 像咱们讲的五香粉里边 五香粉里边主要放的小香 没有人给你放肉桂 因为肉桂价格上要贵 价格上要贵嘛 它给你都放 如果说都放成肉桂的话 它赚的利润就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肉桂的 它的这个性味归精和功效 以及它的主制 像肉桂呀 它有很多的地方和和谁相似呢 和这个副子 它是一个心肝 也是一个心肝大热的 心肝大热 在作用当中呢 在归精上 它可以归的是 主要的是归肾精 你看主要归 注意它的归精的顺序 归肾精归脾精 归心精 可以归肝精 主要说可以归 主要归肾精 主要归肾精 另外呢又可以起到归脾精 此外呢还可以归心肝 最后呢我们说用这个样 还可以归肝精 大家已经学完了 像父子要他不归肝精的 那么肝酱的不归肝精 那肝寒的他俩不能用 这个药可以归 肉桂可以归肝精 所以是肉桂有 我马上就说肉桂有暖关的 所以 你看那个肝酱的可以归啥精呢 肝酱可以归肺精 肝酱能够温肺 你看这也就是说这三个药都可以归肾皮和心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区别 所以用肉桂呢 这个以归肾精为主 此可以用它 它是一个很好的 捕火肿养的 那同样会说 我们前面讲过的父子 不是也是捕火肿养的 但是父子的捕火肿养 是以活阳救力放在前面 然后呢是捕火肿养 那你我们讲肉桂 肉桂第一个功效就是捕火肿养 刚才我们在这说能引火归原 它是一个很好的捕命门之火的 应该 它是个捕命门之火的 一个啥呢 药药 我没有说父子是一个捕命门之火的药药 肉桂这个药是一个药药 所以用肉桂的油 起到捕火肿养的作用 那么捕火肿养的话 它所治疗的病症 是治疗阳尾功冷 腰气冷痛 就是主要的捕火作养 使用于命门 火衰的 阳尾 像可以治疗一些阳尾啊 比如说像这个 空冷啊 腰气冷痛 又刚才在这说 它是一个捕命门之火的一个药药 如果说像一些肾阳部族 也就是说肾阳部族 胃寒之冷啊 大便汤薄啊 小便清肠啊 那么性功能 性机能低下的 或者说 攻寒的病症 那要首选的是谁呢 首选的是这个 肉桂这个药 所以它能够捕命门之火 它多和谁 在一块用呢 注意这一点 多配 多和父子配 所以说所构成的一个 著名的方子叫 肾气瓦 我记得在讲到的 补肾阳药的 补肾阳 讲到的这个 中诊里边 在辩证肾阳虚的时候 出现的肾阳部族 腰气冷痛啊 这个性机能低下 像阳尾啊 早些啊 功冷不孕啊 等等 这些生殖功能低下的 那么所谓慎阳虚的 曾经提到了这个方子 叫肾气瓦 肾气瓦就是 父子肉桂 山药 熟地黄 山药 山鱼肉 丹皮 择蟹和福林 八个药所组成 又叫着八卫碗 又叫着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用的军药是用的 你像父子呀 父子和这个肉桂 来在一块用 引起到这个补火祖阳的 总而言之我想说 肾阳部族密门火衰 阳为功能等等这些病症 我们可以选用到这个肉桂这个阳 所以也说 主要的抓住这一点 我想跟他说 主要是由于 瀋阳部族密门火衰 那么你就可以 这个选用到肉桂了 所以我想说 你像这个民族上 你像少数民族 像火灭 人家就把肉桂用的 用的比较多 你看他们做很多的食品里边 都放上了这个肉桂 肉桂有补火祖阳的 因为肉桂作为调味品 来说的话 确实很 很好的 有一次我也是出国买这个巧克力 说回国带 买巧克力呢 我那孩子说 妈呀这个不好吃 我说为啥这个不好 他说这是肉桂型的 好像呢 在一般的人当中呢 不太吃肉桂型的 哎 后来我就在想 老外在做巧克力的时候 为啥要把这个肉桂分放进去 我就考虑了这个 后来回来以后呢 我就把它打开来吃 肉桂的口感上也好 主要的用肉桂 它有一定 它一个起到调味的作用 二个肉桂的气味比较方向 三一个肉桂 我认为它还很好的 这个补火祖阳的作用 尤其到补火祖阳 所以我想跟大家在 通过我们学这个中药学 也可以引荐到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说阳虚的人 你可以 所以说吃干姜好呢 还是吃肉桂好呢 肾阳不足的人 我要给大家说 圣阳不足的人 吃肉桂要比吃干姜好 如果说皮阳虚的人 吃干姜要比吃肉桂好 我是给大家说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说 圣阳不足 那吃肉桂好 还要多配谁呢 多配上父子 还要多配父子 这是我们说的 这是我们说到的 他的这个补火祖阳的作用 另外呢 用肉桂啊 他又有很好的 他也能够散寒之糖 但是他所散的寒 和父子散的寒还不一样 所以他在散寒的时候呢 可以用一些经络中的寒血 能够去除 能够去固冷和沉寒 固冷沉寒 比如说他可以治疗心腹冷痛 可以治疗一些心腹冷痛 但是说到这儿了 我又想说一些 你想心 如果说你想冠心病的人 现在我们临床有时候碰到冠心病的 你多吃点调味品 我就想说一下 你多吃点调味品 你把那肉桂弄来吃 叫我说肉桂你卖的比小香啊 这些药 比小香比干姜卖的都贵 这样可以治疗心腹腹腹 心腹冷痛 还可以治疗啥呢 还可以他因为这个药啊 虚寒 所以我想在这儿说 实际上肉桂这个药 它是个寄温 注意这话 窃补的一个药 它是个温补药 补的作用强 那比那个干姜补的作用强 干姜是一个温为主的药 补的力量上没有这么强 你看有时候我刚才说 有一些民族 你要炖羊肉汤就把它肉桂放进去 所以调味品里的味儿都放肉桂 所以说人家洋气旺盛了 洋气就剩了 而身体体质 身体体质又好 所以我说 有时候我们可以 把这个肉桂呢可以用一点 这个肉桂我刚才也举例了 那不光是咱们国家人做调味品 实际上我观察了一下 全世界人都用肉桂来做调味品 全世界人像有时候烤羊肉的时候 一样烤牛肉 实际上除了放孜然之外 可能还要放点肉桂粉 用这个药可以治疗一些土 虚寒性的就是叫做虚寒性的土屑 甚至呢我们在这刚才说 因为它有硅肝筋的作用 它还可以有很好的暖肝呢 所以说可以治疗寒膳 寒膳腹疼 就是由于寒血寒凝到肝脉 而引起来的膳气的腹部疼痛 那么就是说寒凝到肝脉 你必须要选用硅肝筋的药 你不能说老师呀 你讲到的肝浆好的话 我用点肝浆去 肝浆这时候不顶事的 就说一句难的话 它不走到那去 它不走肝筋 你说它咋治疗一些寒膳腹疼呢 它治不了 只有谁归肝筋呢 只有肉桂这个药 所以说肉桂呢 可以治疗一些 这个寒膳腹疼效果比较好 因为在这说一点 它有暖肝的作用 另外呢我刚才说 它有暖肝 还可以治疗女子的痛经 具体它的散寒止疼 可以治疗暖肝 可以治疗痛经 或者说治疗 精壁症 还是具体它的暖肝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说 你像这个男科病 和腹科病 常使用到肉桂这个药 常常使用 你像女子的痛经啊 像一些精壁啊 甚至我们说呢 通知 通知 通知精壁组成了一个著名的方子 叫啥呢 温津汤 温津汤中 桂一熊 桂烧单皮 江夏冬 深草恶椒调气血 暖宫去瘀 再温通 那里边要温通 是谁呢 是肉桂 那天我也是跟着一个明老中医在那 看了 哎呀我发现我那个老师啊 哎呀就肉桂用量特别的大 我说你为啥老师啊 你为啥把肉桂 他说公寒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民间当中呢 有说哎呀大夫呀我是公寒 如果说你真的辩证你这个公寒的话 你可以用点谁呢 你可以用点干浆去 刚才我说能不能用生姜 不能用生姜 你可以用谁呢 用泡浆去 注意这话 你可以用泡浆 泡浆和肉桂在一块用去 所以说来治疗 通知精壁 也可以治疗 由于寒 寒邪啊 所导致的寒食壁疼 你看肉桂呢 也可以治疗一些风食壁疼 而我们前面讲过的腹子可以治 肉桂这样可以治的 你看一些老寒腿 老师怕 老师出现那些风食关节的这些疼痛 那配上谁呢 配上独活呀 浸身呀 肚重呀 穿断呀等等 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叫独活浸身汤 里面就用肉桂呢 这个药的 用肉桂呢 还也可以治疗 你看治疗一些阴矩流注 刚才我在这儿说到 你们有时候记 这个药 记住这句话 四个字温补的药 所以说治疗一些 虚寒性的一些创氧啊 一些溃烂啊等等 这时候组成了一个著名的方子 叫羊和汤 我在讲中医诊断学的时候 给大家听 那么常说阳庸和阴矩症 阳症的话应该选用五味消毒瘾啊 像先方活命瘾等等这些清热解毒药 如果说你碰到那虚寒性的疮痒溃烂 像有一些人那个乳疮溃烂后 久不遇何者 那可以少量的用到肉贵这个药 所以这是我们说用去其他的 这实际上是去其他的这个温精 又可以起到温通经脉 用这个药 它有很好的温通 以起到温通经脉来治疗这些病症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用死药呢 这个药又可以起到 刚才我写到的 萤火 萤火归原 本教材当中起到萤火归原作用 比较好的一个药 就是肉贵 而且肉贵和谁配呢 肉贵和父子配 刚才还是肉贵离不开父子 以起到萤火归原 这个归原就是归原于谁呢 归到死神 来治疗啥症呢 来治疗一些虚扬上约 你看有的人 哎呀腰疼怕冷 上面还牙疼 我们常说到 上热下寒症症 你这时候用点肉贵上去 我们常说的 上热下寒 下面是腿似凉的 腰似疼的 下面下肢冰冷的 上面呢又出现了牙疼啊 口渴啊等等 这是一种虚扬上约 就是虚火上延 那要谁可以把这个虚火引下来呢 肉贵 所以肉贵啊 往往呢我们有时候治疗下 要辩证的话 所以虚火上延的 所以西医的啥病呢 像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虚火上延引起来的 牙疼的病人 你用的肉贵效果特别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肉贵这个药 另外呢 用肉贵呢 还有很好的 我们再来 它又有很好的 温运阳气的作用 温运阳气呢 鼓舞气血的生长 在补气和补血的药物里边 你像人参呀 黄芪呀 茯林呀 白竹呀 当归呀 白勺呀 熟地皇啊 你像这些药物 在用的时候 你加一点谁呢 肉贵上去 它又起到 鼓舞气血的生长的作用 你像石圆大补汤 方子里边呢 就用上了肉贵 但这时候呢 肉贵的用量呢 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那么起到萤火贵炎 刚才我们说 萤火贵炎来治疗啥症呢 治疗肾虚 注意一下 肾虚 肾虚导致的喘 像老年人咳嗽气喘的话 一到了冬天 喘得厉害 那你选肉贵去 但有一个药呢 比肉贵还好 是啥药呢 沉香 现在沉香一公斤 操到了几十万 也是人老百姓用不起的 所以沉香贵的 很咱学便宜的肉贵来用 那我大家听完我这讲课后 哎老师呀 那以后我家里头做菜的时候 我把那肉贵呀 多买一点 这就对了 这就起到了我讲 中药学的肉贵的目的了 你想一些肾虚左传 肾虚导致的虚传的病症 或者说有一些虚扬上福 自由于虚扬上福导致的 头昏 木悬 甚至我们说到的牙疼等等这些病 你可以选用肉贵的 你看肉贵我想说 萤火归炎 温慎纳气的好的药 是沉香 沉香没有呀 沉香又那么贵 还有人说担心 我买回来是假的咋办 肉贵假药是比较少的 刚才我也跟你说 万一你买回来老师呀 万一我买回来的假的咋办 你尝嘛 你把那个皮拿来掰上一点 你放到嘴里边尝 尝着啥呢 以甜为主没有渣子的 那就是肉贵嘛 好肉贵嘛 这就完了嘛 很好尝的 所以我觉得肉贵这个药是一个 我们在临床一下 大家可能会感觉到 哎呀老师呀 你讲那个父子肝酱肉贵 这三个药你才讲了几节课呢 因为这三个药临床特别重要 你要会用了 把这三个药能玩得转了 我想说一下 西洋徐 皮洋徐 肾洋徐 甚至我们说肝寒的 肺寒的症的 那么这几个药都可以来吃的 那么这是我讲到了这个 肉贵这个药 那你讲肉贵呢 现在我还后面留了这一大半 我们来注意一下肉贵 和谁来对呢 都要对清楚的 肉贵和贵枝来对 那么肉贵和贵枝 前面讲的干姜和生姜 干姜和生姜同源一个植物 只是长得老和嫩儿区别 那么肉贵和贵枝 这两个要什么区别 一个是用的主干的皮 贵枝是用的墨烧的汁 你看同源于一个植物药物 只是部位不同 部位不同 作用不同 我想跟大家讲明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哎呀 那个它部位不同 我想再说部位不同 作用不一样 你比如说很简单 一个韭菜籽 韭菜界的籽 它不胜壮阳的 那我们吃那个韭菜的话 它可以起到温中去寒 你看同样的是一个韭菜的 这个植物出来的 部位不一样 采集的时间不一样 它作用不一样 大家呢要留下这么 通过我们学中药学啊 你要知道这些分割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它俩呢 都有一个是用的 我这样子写吧 一个是用的干皮 一个是用的 论姿 两个药都有很好的温通 实际上这两个药都有很好的温通经脉 也有很好的散寒的作用 有散寒 实际上硅脂也有散寒止痛的作用 我这简单说一下 肉桂这个药主要是治疗里寒的虚症吧 而用桂枝呢 这个药主要的是用于治疗表寒的虚症 就是表寒症 以表寒为主 另外我想说 桂枝这个药呢 主要的是通心痒 你看现在我们在临床上 如果说 像冠心病的病人 桂枝用的多 那么用它的肉桂呢 主要的是在于温补的是肾养 它营火归原 就为了温补肾养 你用肉桂去 为了治疗冠心病 通心痒的话 你选用桂枝去 这是我简单的跟大家呢 在这进行一个 把它的对比了 下面呢 还有任务呢 下面的任务呢 就是我们来把 腹子干浆肉桂 这三个药来好好的对比一下 你既然这三个药这么重要的 而且我们在临床使用的频率又这么高 你怎样来区别 下面我们来看 我首先来写肉桂 下面我们看 腹子和肝浆 实际上这三个药啊 它们在作用当中 应该在说作用当中 三个药都有很好的温中 续寒和 脱洋的作用 我们要说这三个药都有的 那么我们要在这里边来区别 腹子和肉桂这两个药 他俩又可以起到 补火 但这个补火是补的是命吗 补生羊 也就是说 生羊区 皮身羊区 选谁呢 选腹子肉桂 那同一说老师 你这讲课 我们在临床 哎呀你碰到那怕冷的人 你用腹子肉桂去 你不会用腹子肉桂 我就叫你到临床买的腹 腹柜 腹柜身器玩去 或者说买一个啥呢 富贵里中玩去 这两个药用得多的 你就买那中成药去 那么这两个药 他俩的共同点呢 应该说都有 回洋旧溺的作用 应该再说 都有温中散寒 他俩的作用 都能够起到回洋 回洋旧溺 那阳气快没了 把他赶快阳气 叫他回来 那是甘浆和腹子 他们的这个区别 我再来说一下 那么用肉桂 肉桂呢 是补火祝阳的 的药药 腹子是回洋 旧溺的 你注意这几个药药 而甘浆 是温中 去寒的 你为了补 选肉桂去 为了回洋 治疗心脏病 你选父子去 为了治疗脾胃 虚寒 你老寒 就胃冷得很 那就选甘浆去 就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甘浆呢 除了有温中回洋 甘浆和 父子肉桂的不同点 甘浆还能够 很好的干啥呢 甘浆又能够温废 人家父子的回洋 旧溺要要补火祝阳 他俩的有一个共同点啊 还都能够起到 散寒 止疼 我要在这说 当然是 父子的相对来说 散寒止疼的力量上要强 他这个回洋旧溺的叫 那么父子和甘浆两个药 要碰起来 以回洋旧溺 都可以起到温中 温中谁的作用强呢 甘浆强 但是呢 父子也有的 相对来说的话呢 这个父子回洋旧溺 做的强 这是把它区别 那么最特点呢 就是人家那个肉桂 能够起到补火祝阳 他有很好的温通 经脉 甚至我要在这说 引火 归圆 起到引火归圆的样 是指的肉桂 这个样 是起到肉桂 那么我们再说 从归金上来说的话呢 肉桂又能够很好的 暖干的做 你说干寒的话 没有人选父子的 也没有人选干姜的 干寒我们这种 那也就是说 膳气疼痛 女子月经不调 大家说老师呀 你换成咱白话来说 痛经呀 膳气疼痛呀 公寒呀 你选 选肉桂去 那再不行的话 咱把那调味瓶 肉桂粉 多用一点 多行 这就是我讲到的 我们这里边要说到的 这个温理药 你们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温理药老师讲这么仔细的 因为温理药 我们在临床使用的 使用的多 而且这些药 大多数在方子里边 都作为一个 主要药 作为一种核心药 换句我们中医的术语说 大多数是作为军药来使用的 以起到这个温中去寒的作用 这些个内容我们就讲到这